太精彩了朋友们 一年一度的明星修路场又来了 11月13号晚 时尚慈善巴沙晚宴如期举行 现场星光异映 女性穿着各种高定礼裙 男性穿着奢侈西装 一个个盛装出席 让人大饱眼福 而合影环节是最受人关注的 今年明星们没抢C位 改为互相牵让了 看看Andrea Baby 当主持人华少努力伸手 请她往中间站时 她一动不动 就站在原地尴尬地用手 整理整理头发 牵牵裙子 还伸手让李线往前走走 为什么Baby不愿意动呢 时华群众很快反应过来 哦 原来她的前男友 陈伟婷在那边 要躲一躲 再说一说 画面中积极请Baby 动一动的李线 你为什么也要退几步 只敢站在杨幂身边 哦 原来她的前女友 钟楚希也在那边 仔细看一眼最终大合照 钟楚希右边是 韩庚夫妇 容祖儿 East Trins 看来陈伟婷一直没动 也是在躲前女友阿萨 不得不说 约圈的关系就是负大 尴尬 现场也有暗处处的糖 给大家嗑 重合作主演思同的景田 和张冰冰是牵着手上台的 他俩上台后 手虽然分开了 人却依然挨在一起 一点避嫌意思都没有 网友们调侃 这一晚 有的人在牵手 有的人在躲前男女友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